她的案子在掌握著網絡 人們想知道 又是Vanessa 年僅20歲的墨西哥裔女兵梵妮莎 2020年失蹤後 被發現遺體遭殘忍之劫 丟棄在德州河邊 當年案件震驚全美 還被拍成紀錄片 四年過去了 卻因為選舉 浮上檯面 如果我可以幫你 幫你解僱 我會幫你解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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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時的美國總統川普 在白宮接見死者家屬 承諾要資助喪禮費用 但22號大西洋月刊報導 川普拿到帳單後 大罰雷霆 与會人員回憶當下 川普批評死者家屬 企圖敲詐他 家屬的律師承認 的確有將帳單寄到白宮 但卻從來沒有收到一毛錢 對此川普團隊駁斥是假消息 但狂言爆料不止一樁 過去川普就曾被爆出 景仰希特勒 也曾說想當一天的獨裁者 但團隊同樣不認帳 不過儘管歧視言論滿天飛 選民似乎就愛這一位 根據經濟學人22號最新預測 儘管在普選的基礎上 賀錦麗佔盡優勢 但以選舉人票來看 川普勝選機率拉高到54% 首次逆轉賀錦麗的45% 隨著時間逼近 美國民眾的心卻更加難以捉摸 暫力新聞上不倒